坐落于四川梁山州昭爵县的阿土利尔村,曾因进出村要借助17条藤梯,攀拔落差达800米的山崖而被外界关注,又被称为悬崖村。 5月13日一大早,悬崖村31户村民背着行李,成群结队地朝着新家出发。 在14日前,全村84户建党利卡贫困户将陆续搬进位于昭爵县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新家,过上城里人的新生活。 从赌逼房到楼房,从钢梯到楼梯,对于悬崖村村民来说,异地扶贫搬迁将彻底改变他们以往的生存环境。 在下山的搬家大军中,51岁的村民蒙瑟拉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他穿着崭新的西装皮鞋,背着昨晚早已准备好的床上用品和香肠腊肉,步履矫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经过数小时的钢梯攀爬和车程,毛瑟拉泽终于来到县城里的新家。 他的小儿子墨色隔日昨天就提前下山来到新房子打扫卫生,等待家人的到来。 蒙瑟拉泽说,以前小儿子在山上很少打扫卫生,现在看到他那么勤快,实实在在感受到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 以前我们在山上住那种土房子的时候,因为那个拖地也拖不干净,现在搬到县城里面来的,住了新房子,我们生活环境都比较好。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应该去振兴。 蒙瑟拉泽的大儿子蒙瑟苏不惹是村里首批直播网红。 2017年,他在村里开始网络直播,一个月的时间便收获了5万多粉丝。 借助直播平台,他将悬崖村的土特产推广到大山之外,收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如今,蒙瑟苏不惹的父亲和弟弟都搬到了山下,他因为分家后属于非贫困家庭,所以这次的搬迁名单中并没有他一家的名字。 蒙瑟苏不惹说,虽然这次没有分到新房,但他并不失落,他看好悬崖村老村落发展旅游的前景,他也会继续坚守在这里宣传家乡。 刚开始听到他们要分这个新房的时候,感到也比较高兴, 因为包括我父母,包括村里的其他一些,比如说老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他们的一生当中能够在县城周边有这么一套房子。 在山上的话,之前我主要是在直播,然后宣传自己的家乡,然后买一些土特茶啥的。 现在在山上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游杆栏管理。 如今,悬崖村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景点,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昭爵县志尔墨乡党委书记阿子阿牛介绍,并不是所有悬崖村村民都搬入了县城新家, 留下来的村民将成为将来打造新悬崖村的力量。 其他留下来在村里的,我们现在有个旅游规划,旅游规划就是当地的青壮年, 还有稍微有技术的这方面人员,要在本地留下来搞产业,以合作社的行事。 搬下来以后的土地和房子都由村集体来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然后有部分今年我们要以这个劳动力培训,技能培训这方面来进行这个支持。 还有我们回旅游民宿村落打造,也需要一部分人在那里经营来提高他们的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